YO 大家好 我是帕古 我今天来带你介绍的就是这一台 马里面下面的最好的小型 SUV Protor Adi 万老伟 又来 Adiwa 我们从以前的预览 到新车介绍新车试驾 AVX 甚至连Hybrid 都已经有了 你可以有点创意吧 最后凯文讲的对咯 就是这辆车已经做过非常多集的这种 Owner Review啊 保养费用资讯等等啊 也有做过这个 Elsa Comparison MaiV Comparison 真的是非常多次这种 Comparison都有做过关于这辆车的资讯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这次不同 因为这次我邀请了两位车主 分别就是不一样车款的Protor Adi 来分享一下 两年之后用车之后的心得 那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以及分享哦 一台车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耐不耐用 如果你讲它新车来的时候呢 它很好 当然我们当然都知道 它会肯定好应该是新车嘛 可是如果用了两年或两年以上之后呢 它会怎样的 首先先从我呢才开始讲起 我要来呢就是2022年的10月的时候买 那时候到现在大概是两年多啦 所以现在的MaiVS大概是2万左右 首先我们来问问看Herspec的小J 我也是用了两年多 因为是21年的年尾买的 然后现在目前是走的蛮少啦 就走到12千多吧 哦12千多吧 感觉好像在停车没有什么动 没有啦就行驶距离比较短 应该还是去鞋 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 它一Launch我第二天就去Vogue 只是MC1C就等了差不多整半个月时间 那Karen你呢 我是在 是我在几次买了 在2022年的4月30号买的两年车租啦 所以我现在走了MaiVS是32千多啦 因为我每天上下班啦 那时候你等车有等很久吗 反正没有耶 我的车我4月头去Vogue 不到一个月4月尾我就拿到车了 哦那你是算一个蛮幸运的 因为我跟小姐一样 我们也是等了大概七八个月 然后我所知道的就是 如果是白色的这个破坏的话 它是要额外加一个800块 然后如果要黑顶的话呢 它是要另外加一个几百块的 那时候你是有加钱的对吗 有有因为我是蛮喜欢白色车的 所以就特别买了这个 加了这个前头的白色 喜欢白色是因为它比较难照顾对吗 不是啦因为就比较好看那样子 可是是真的比较难照顾啦 就一下雨啊你看现在 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 就是这台车 它maintainance service大概要多少钱 那我先开始吧 我第一次的时候是免费的我记得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大概是220左右 那时候我有问他 他们是用什么的一个机油的 他是用020的Fullis Emetic 然后我再问他 怎么那么便宜啊 可以再贵一点可以再加东西吗 原来是已经是最好了了 然后我刚刚就做了我第三次的service 所以大概价钱是在340 因为我有换了一个cabin filter 所以他的价钱大概就这样子 就是每1万公里就service一次咯 那凯云你的service的价钱大概是在哪里呢 可能是因为我有加Full Injection Cleaner 然后有加那种Cabin Cleaning啊之类的东西 所以价钱会变到比较高点啦 所以我价钱差不多是在300-350之间 哦 那这个东西是你自己要求加的 还是他们要你加的呢 呃 so far他们list在里面了 我看到价钱OK啦 因为我也是很爱车的 所以就加上去了 啊 i see 那小杰你呢 这样我跟你的情况其实比较接近一点 就价钱很接近 都是200-250之间 我是自己做过四次service的 如果你不包第一次的话 第一次是基本上是checking ball嘛 然后那三次都是200-250之间 嗯 然后我是比较要称赞ProDo的一点 就是它的U-First App其实还挺好用 我觉得就 还有一点像 呃 对对对 可能 我computer啦 可以在一个App 然后你就没boken 就不用call去看 哦 然后还有email你reminder几次要去之类的 我是觉得这一点还是蛮不错的啦 哦 i see 那因为我就 我就比较是old school一点啦 我还是看那个staker 其实要看service哦 然后我才会去的 可是我也是要称赞ProDo的 因为其实这是我 人生中第一台的ProDo 我没有想到它的after sale service 是可以那么好的 就是简直就可以跟一种 我continental car来做媲美 因为before我service之前呢 它再三的来通知我 只要你要去service 记得记得要去service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对于ProDo的那个after sale service 是非常非常的理想的 非常的满意的 哇像他们有这样多车主 但他们也是要每一年 很忙也要搭讪 对对对对 蛮忙这样 对对对 我就想到你卖那么多车 你还可以service到每一个车主都那么好吗 我就想到很奇怪很惊奇这东西 那你的体验是怎样的 这样我其实两个都有用啦 我过去也有 用apps都有 对我来讲他们的service 是真的不错啦 比如说我的车要service 它前个月就会send message给我了 跟我讲我的车 在短号短号之前就要去service so 这点是蛮贴心一下啦 I see 那这里就很明显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就是80后90后跟00后 处理事情的方式 你以后就是要一切简单的 用app就可以搞定了 我呢就是用作为old school的东西 而它呢就两个mixture 有时候apps拋不到位置 扩去一定有啦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一直讲的好事 可能你会觉得 哎呀你一直讲的好事 是不是这个影片是灌水了 是打广告的哦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讲讲 它有什么想毛病 想毛病 所以坏人就由我先来说吧 所以我是觉得这台车呢 因为它是闪杆的引擎 所以它真的是 是抖 可是它是抖的有点 夸张的 动力方面呢 0到120都还好的 120周呢 它就好像完全就不会去了 小软小软 对 然后还有点就是 如果你有载人的话 你floo的话呢 基本上这台车你是上不到顶的 上不到闪的 除非你真的是 很会抓角度来转那个弯 比如说像跟钉的话 你现在载4个人上闪的话 你真的觉得那台车会很吃力 可能那车会抖动的更厉害哦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啦 所以我看看小车 你觉得这台车什么小毛病 其实你刚才讲的 我都蛮认同的 尤其是那个 120过后不怎么会去 对 真的 如果你是一个 more towards 是一个经常 需要跑仓库的 Gear out beneath Bear out那种人 真的是不太建议你买这辆车啦 嗯 如果你是4City Driver来讲 我是觉得还不错的 像我个人这辆车子的小毛病 是它的stairing 在很低速的时候 Below 10kmph 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 声音 还有一种老鼠叫的声音 还有那个stairing 跟后面的那个板在摩擦这样的感觉啦 这个是可能组装品质的问题还是这样子的 I see 说到我 我就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啦 然后如果是Calvin 你觉得什么小毛病吗 小毛病 因为我毕竟我车跑了30多钱 我的最明显是在我的左手边的Air pillar 会有杂音啦 你会听到会有杂音 还有一点就是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啦 当我上山 by steering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那个轮胎 好像磨到那个车的叶子板 那我讲一下 那时候你磨到叶子板的时候 你是有载人的情况之下 还是没有载人的情况之下 没有哦 它是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很奇怪 我也是不懂 所以问一下你们 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我说话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你有遇到 可能到我们上山万多km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吧 我希望就不会啦 那接下来呢就是这台车的Pro&Cost 那我们先讲好事啦 先讲Pro 然后 小剑 这台车你觉得有什么好处吸引到你的 说我这辆车蛮意外的是 我蛮喜欢它的轮胎配置的 因为我的是中配嘛 跟你的一样 所以它是20560R17吋 而且它配的Dias Bridgestone Duranza T205A 这个不是业配啦 只是我是个人认为这个Dias真的是不错 因为我设备了一下 这个Dias 目前应该是Bluidora车款里面 给到最贵的一条Dias了啦 就 I mean 后期换也是比较贵 那是买很多块啦 用起来它的整个排水性能 整个隔音 整个路噪声来讲都是比较好的 就至于我不满意的 还是Apple CarPlay Android都是没有的啦 我知道很多车主会改装Android的长机之类的 可是我就是要保持原装的状态之下 就不想改那个Player这样子 那一点就是 我在我家园的时候就后排 就反馈到它的座椅底垫就真的是非常短了 就是感觉整只大腿都在浪在外面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毕竟车小嘛 然后它的 它让到车里面的这个空间看起来比较大 所以它就把它的后座的这个座椅弄到比较短 对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家人是比较高大的型 不会咧 其实坐后面的头上都可能是我妈妈 或者是一些小自行的 就是我妹妹之类的 连小自行的坐后面都感觉到那个座椅是比较短的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把这台车当作是一个家庭车来讲 就不怎么推荐啊 还有别的车评更适合你了 嗯 好 那Cowin 你觉得这台车Pro对来说 有什么东西是最新最吸引到你的呢 第一点就是它省油 真的很省油这辆车 虽然讲它是三缸都很明显 对我来讲啊 我就看到了三缸的好处了 就是它真的很省油 我平均的油耗都是在17.5到18.5这个 range 那除了省油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到你这台车 比如说可能对你的工作需求的话 这辆车会不会帮到你很多呢 会 当它移植放平的时候 那个空间是的确蛮大 假如没有放平 可能那个size就是跟MyV差不多一样 可是你放平过后还是比较灵活一点的 后面那个boot那片板其实也是可以放下来 你们懂吗 放下来放空间就变得更加多了 因为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Calvin其实它是摄影师 所以如果它要在一种比较大型的那种器材的话 这台车如果你把后座放倒下之后 空间是很大的可以加很多很多东西的 那如果是我对这台车的看法就是 首先有一点小故事就是这台车 是我妈妈的60岁大叔的礼物来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想要找一台有性格的车 然后是要新车 我就看到Artiva是很可爱又很好又很实用的 它算是SUV又感觉好像不像SUV 有点像hashback的感觉 所以这台车其实就很好 然后其实最信我的东西就是 因为我跟妈妈一样都是很喜欢 旁快车的人 所以这台车里面其实它有个PWR的按钮 你们有试过吗 跑button 对对对 那跑button如果你在行驶的时候呢 你把那个按钮按下去的话 你感觉到那台车好像很多人就好像注入一个能量这样子 那么小台的车可以有这种东西来可以玩 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玩的 parking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容易 因为它的车车蛮小的 而且它是 我可以说是没有什么blind spot吧 对对对 这个我就不认同了 嗯 这个我觉得blind spot真的是 太多了 尤其是前面旁边 因为我要讲尤其是那个AirT的 你有注意到吗 它其实是没有缝隙的 它是被顶完了 它整块 这个在Artiva Hybrid 反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它还有一个缝隙给我们看到 我们AirT的下面比如说Divider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可能是我做的那个姿势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就没有这方面的那个问题 可能你得要搞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它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底盘刚性 这一点尤其是在你跑高速的时候 还有隔绝引擎的声音的时候 感觉到它的车子很flip 你觉得吗 它车子刚性真的是非常的好 它不会讲松松散散 还是整辆车好像不协调的样子 好像会闪驾的感觉 对我觉得它会很solid 你会有同样的想法吗 对于这个TNT 我是觉得OK啦 若你是在City Drive 来讲 可是如果你讲真的是非常高速的话 我是觉得还有待加强的空间 然后我还听说过有些人 就会把这台车去安装那些 U8 之类的 那个也是我想装的 我也是有考虑过 不过还不懂它的时候怎样 还是有人有谁是有装过的 可能给我们知道一下 你装了之后有很大的分别吗 然后第三点就是 连我的版本都有配备Ada 3.0 前方坐经济井啊 自动紧急刹车啊 然后连ベッド 在 Jambrake 的感觉 所以有一点怕了 所以我从新车到现在两年里面 我是只用过可能一两次吧 所以有一点浪费着一个 spec我觉得 其实我自己体验过啦 就是这个不只 Activa 的问题啦 可能是这个 Vios 或者是 Elza 之类的 也是有同样的 因为同样这套系统啦 都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 车身稳归车身稳 但是跳归跳 你们有发现你们的车子在后悬吊 后悬病吗 所谓的 会很跳吗 你们的车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大多数的时间 我都是在有载人的情况之下 就是我自己开车的话 我开的超级的慢了 所以我没什么感觉到 如果是 Activa 你会觉得吗 我是觉得还好这一点 我是觉得后面可能比较轻吧 我觉得可能是我16寸的关系 那个 Diaside Wall 比较软 比如讲我跑到 120 或者 120 以上啦 我就觉得它后面真的是太跳了 太佛了 那个重力分配不均匀的话 比如说我的后面载个 80 公斤的人 我左边没有载人 当我走到有颠簸路又比较高速的时候 每当车子压下去回弹起来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我车子会倾斜 你们会有什么觉得吗 我说话还好 说话真的还好 说话真的还好 哇 这有一次讲真的 真的我不太建议你们这样的做 假如你们要跑高速的话 真的是后面载重一点 把车身压低 虽然会没有力点啊 可是车身不太多 那其实有没有可能是轮胎的那个 跨度接触地面的那个 感觉会不同呢 因为我们两个的轮胎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是没有有你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啦 就可能就是那个轮胎的问题 可能是轮胎啊 然后可能你可以选 X-back 的 不过你的轮胎可能可以 upgrade 去比较大一点后一点的尺寸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还有哦 还有没有这么快的 我们讲一讲都用了两年嘛 对对对对对 绝对有资格可以讲 后座 假如你们真的是要考虑这辆车去家庭车的话 你们可能要深重考虑这一点啦 就是它的椅背真的是很平啦 没有幅度 很直没有幅度 这一点讲真的你们做 City Drive 真的是还好 假如你们跑长途的话 这一点你们就要注意啦 因为后座乘客真的是会很不舒服啦 这一点因为我平时在我朋友出远途他们 老实讲他们也是不愿意坐我车啦 因为第一点真的是太挑 第二点椅子坐到很不舒服 然后小杰你讲的那个椅垫很短啊 也是轻胃 concern啦 so 大家注意啊 然后以上这个是 Kelvin 的对这台车的一个看法 一个什么东西 因为每个人用车的看法都不同 我是觉得那车是蛮 ok 的 出远途的话都蛮舒服的 so 可能 Kelvin 的人就比较 也可能我朋友比较大致的 比较阴近一点啦 比较阴近一点啦 我们只是 concern 到我们的后座乘客 不过是重点就是 这次全部都是真实的那个反馈啦 对对对我们的用后 两年之后的对这台车的反馈咯 那 Proto Adiwa 从推出到现在呢 大概已经是三年多的时间了 所以应该也是要出 Facebook 小改款的时候啦 这台来着的小改款 Adiwa 你就想看到的是它有什么改变 很多人都会说 我要 Android Auto 我要 Apple CarPlay 还要无线的 so 如果对我的说的话呢 我希望它的车头可以改得再胸横一点点 那小绝你觉得呢 这样我就蛮认同 Paco 讲了 最重要还是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啦 这样其实我对这辆车就没有太过的苛刻啦 我是觉得如果你保持一样的价位来讲 你给回同样这样子的东西更加的凶 然后有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我还是觉得这样子肯定还是会大卖的 如果你是讲单单我 X 车型的话啦 我不能要求它太多 因为毕竟这个价钱 我觉得最想看到就是有 France Sensor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管是 SUV 也好 Selan 也好都需要普及化啦 就是这个 Reverse Auto Tilted Down Side Mirror 啦 就是讲你的档会换去 Reverse 的时候 你的 Side Mirror 会调下 就是会 Tilted Down 对 这其实很重要其实 尤其是你的左边 左边的盲点 它比较高嘛 所以你要看一些旁边的一些 对 看线这些我觉得平时是看不到的 那个需要被普及化 不懂各位观众你们在小改款过后 你们想看到什么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对对对对 如果这个影片很多人观看的话 可能普罗多是真的是可以看到 可以考虑其中 对对对可以考虑真的是把车都改凶一点去了 那影片的最后呢 我想帮这台普罗多的地方打个分数 就是如果十分满分的话我会打九分的 首先呢就是它的造型真的很可爱 真的很好看 因为新车来说 七万多买了这台车的话 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 因为我真的不想买一台车 我还要去担心它维修费会不会很贵啊 什么之类的 这是供你们参考而已啦 所以这台车我是给一个一万块的头期 然后我每个月 我是供七年的就是八十四期 每个大概是九百九十块左右 所以是一个非常的舒服的一个价位 来工这台车 不过这是我个人啦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 你的那个 finance 的这个 arrangement 所以就看你们自己是怎样的咯 所以我们问看小绝对这台车的评分是多少 这样我就没有你这样高啊 你要给我九分 我可能会给个八分 但是如果你讲我推荐这辆车给什么样的群体 我会更觉得这辆车比较适合刚出社会的人群啊 像是可能大学生啊 或者是刚刚FreshGrad要做工 可能拿着三四千块的 哪个可能七八百块去工车 其实我是觉得相当的舒服 因为毕竟其实这辆车它的价位就其实和MyV没有差太远而已 因为你要知道现在MyV都卖在60多钱嘛 对对对 然后其实你top up 多一点点 你拿到更好build quality 的辆车 我是觉得蛮不错的 加上刚才我们聊到的可能 Maintainance 之类的都是比较 affordable 像是两三百块左右 加上Root Tax便宜也20块吧 然后 Insurance 也蛮便宜的 我自己本身啦 Insurance 是千八块 而且还包了这个大径还有这个水栽的保险 所以我是觉得整体下来还是蛮不错的 可是如果你是讲你是有家庭的 或者是经常跑高速长途的 这样我是觉得有其他的车型 更适合你的使用用途啦 那保险千八块是有包含那个NCD的吗 那有啦有啦 因为我的NCD已经是35% 上4%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是50%的话 你的价格可能会更低一点 会更低一点 那Kelwin 你对这台车的评分是如何的 这台车只有满分10分 我可能给它8.5分啦 蛮高的一个分数啦 你投数那么多 可是你还是给它那么多分 就是你又爱又恨啦 毕竟我真的是爱啦 爱它多够恨好 对对对 我真的很庆幸可以买到这辆车 我觉得真的很好啊 Perdua Good Job Yes 我在买这辆车的时候是还没有SST的时候啦 收是61900块 那时候我头期我是给28%啦 接近是12000 我拉长9年来供 所以我的供期 一期才568块而已 哦 那你拉长9年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每个月的那个 支出比较少一点对吗 对 拍销会低很多 没有什么压力 当我有多一笔钱的时候我才去供多一点 嗯 就可能如果你打算把这台车你是用9的话呢 所以来个9年来说其实我是觉得OK的 只要每个月你供的舒服的一个价格 不然那个价格就OK我觉得就是觉得 对功能舒服最重要 对对对 如果讲我这个X版本我会推荐给什么群体的话 第一我就是推荐给 就是像小姐讲的啦刚刚出来说的社会的 或者假如你是开着家里的车辆二三十年的 City Car啦 假如你喜欢改装喜欢DIY 啊 so 这辆车也是非常推荐给你们啦 这网上也是蛮多的SST的选择 因为毕竟它的SST还真的蛮便宜的 而且东西蛮容易找到啦 对对对 然后我还听说过很多人会买这台车的原因 是因为它跟Torota有关系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台车是很耐用 有一个信心保证在对对对对对 靠的信息在那边在那个品牌那边 对然后就一般的人就觉得你买这台车 嗯明智的选择 那就是说其实你买这台车之前 肯定你身边很多朋友会说 你六七万那么贵 你可以买那种二手的Performance Car 对吗 你应该也会遇到一些朋友 会这样子来跟你说吧 与其说Performance Car 我是觉得更多人推荐可能你 加一点点上City或者是上Vios之类的 的新车吗 加一点点像Yavis上Vios之类的 嗯 那为什么会选这一台而不是City Vios呢 因为差还蛮多的叻 如果你讲上City上Vios的话 现在高配的City可能都要挣九万块 或是Vios 嗯 如果是你讲入门版可能还蛮接近啦 可是入门的话真的是很入门啦 这是高速 spec 对于一个如果你讲在这个群体 在这个价位寻找这个车来讲是蛮大的 如果你讲你是在找这百五百六千啊 加了两万块可能是小钱 但是可能在六七万块的车来讲 加了两万那个钱的额毛 对于我们这个群体的人来讲 又是不一样的概念了啦 对对对 那City呢你买这台车之前 有没有朋友会跟你说 你买六万多块一台国产车 不如你买一台什么什么 其他车之类的 反而没有叻 反而我身边人好像我同事 他们都会跟我讲 与其买X版本为什么你不要直接上去hash叻 性价比满满的是不是 对对对 可是对于我来讲 这五千块 虽然讲五千块你放心论里面其实也不多啊 可是对于我来讲 这五千块可能是你这五年里面的保养费用了啦 还是按照回你自己的能力去买对的车啦 因为毕竟公车那个还是你 对对对 公车是你用车是你怎么做决定是别人的 对吗 当你有钱够再upgrade也不迟啦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 每当你要买一台6万的车 然后人家就会推荐你为什么你不要买7万或8万块的车 当你决定要买8万块的车的时候 他们又会问你说 干脆上一个10万的车吧 对吧 这有很多旁边的很多声音很多那种 suggestion之类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三个车组 就是Pelodo Adiva的三个款式的车组 对这台车两年后的用后感是怎样的 希望这支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现在也在考虑着入手一台Pelodo Adiva 然后如果你对这台车有什么不一样 或是我们没有提到的那些comment的话呢 欢迎留言在我们的comment区留言区那边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与不好我们都想知道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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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